姐姐, 女服裝很適合你 但你穿成這樣, 你看髮型 做女服是我第一次 因為我之前沒試過穿一些女服的 例如角色舞, 也沒有 所以我找了很多資料 例如女服會怎樣說話 她很可愛地說話, 會說日文 而且說話時會比較可愛 我們住入了太多魔法島寫了 Tip, 主人, 你不介意吧 女服裝我不是第一次穿的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我給人的印象比較日系小妹妹 其實我真正的人也是 我很喜歡日本文化 很喜歡看動畫, 會去到晚節 都會角色舞的人 所以我未入行前 我有做過女服咖啡店 真的有做過 但跳舞不是我擅長的部分 即使我當時做女服咖啡店 我表演也是彈結他 自彈自唱 其實排舞的時間不多 我們只排過一次 之後是正式的 那天就跟家姐很努力 很努力地跟著 拍完影片 自己在家裡也有練習 所以當時… 拍出來也算是純利 不會脫得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跳舞 但女服的舞是第一次跳 原來要很可愛地跳 我也覺得很有趣 我自己也花點時間去練 去排練 以及跟Yuki一起配合 因為我們本身在劇情裡 我們是女服twins 甚至是兩姐妹 可能有些… 無論是造型 或者是手勢 或者是體態 都要有點像 我覺得都挺新榮 和挺新奇 新的嘗試 原來我都可以穿女服裝 是的